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宏仁國中 英文老師李玉倫 大家好 我是中信國中的老師 碧莉老師 因為Core English 它的東西 非常的多 我覺得它非常實用 但在我來說 我的上課主要是 放在 告訴孩子怎麼去自學 就是它有哪些資訊 比如說 它的文法比較弱 那文法在哪個地方 可以使用 那閱讀比較弱 閱讀哪個地方可以使用 我主要的使用方法是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有一些孩子他比較喜歡 打電動 哪個地方可以玩電動 然後可以順便學英語 我的處理方式是這樣 然後有些時候我會比如說 段法結束或一些時候會有一些空檔時間 然後我會帶孩子去玩一些裡面的遊戲 然後一起就是 享受那種玩英語的那種 樂趣 覺得蠻棒的 那我想要分享的是 酷音它比較彈性的那個部分 對 然後我之前在使用酷音呢 主要是在寒暑假 因為寒暑假我們老師都會有一些 英語的課程 可是又不想要和那個 進度綁在一起的時候 就讓孩子們呢在寒假 寒暑假覺得有一個 bonus 他可以在寒暑服的時候呢 享受到跟平常上課呢 不一樣的感受 所以比如說像他的那個遊戲的一些 RPG的體驗 或是一些遊戲啊 或是聽英文歌的這個部分 孩子還蠻喜歡的 我們 我的孩子 比較喜歡我之前講的那個打歌 學英文 他們就還蠻喜歡 就是比說誰可以 不把那個歌間斷 讓他那個歌唱完這樣子 類似的東西 然後還有比如說 有一些孩子會喜歡RPG 但是它因為RPG有一個限制 它一定要從頭開始玩 每次都要從頭開始玩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說 有一點點就是負擔 對 我覺得Green的亮點 其實要主要要看 英文的老師他比較習慣 使用哪一些東西 來引起孩子的興趣 那只要是那個 讓孩子們能夠產生興趣的 我覺得都是亮點 我覺得很厲害 尤其在互動跟3D的部分 其實真的很厲害 然後東西的量也是真的蠻大的 所以他其實如果有他個人的喜好 他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他想要看的東西 這個部分我覺得蠻棒的 但是就是 對我來說 因為我客廠上使用的部分 他的後台管理 我覺得是比較弱的 因為對我來說 如果 我啦 要去抓孩子的進度 學習進度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在抓學習進度的部分 其實比較沒有辦法做到 對 這可能就是再麻煩協助這樣子 另外我想建議的部分是專區 比如說這邊可能是聽歌專區 然後這邊是閱讀專區 然後這邊是口售專區 可以把聽說讀學直接這樣子拉開 讓一些比較第一次的使用者呢 也可以很清楚知道 哪一些東西適合哪一些人使用 對 因為其實裡面的平台 還有課程的量太多了 如果不是很常使用酷飲的人 可能會在忙忙的大海中 不知道他到底要搜尋課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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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